扣肉刚刚解冻好了 现在直接把碗一起放上去 不用压 已经熟了的 加热就可以了 就是轻轻盖一下就可以了 加热它 等一下倒到碗里就可以吃了 我就是要看 迫不及待了 看一下我的扣肉 好吧 等一下大哥来倒 大哥有口福不 今天有扣肉就过来吃饭了 我这是有好菜的吃 你是闻到的是吧 在韩国人闻到扣肉味了 是不是 旺坦也很充分的 我开车 他在半路的时候 他知道是我 我也没打车闷了 他真的也看得到了 他肯定看得到 他又不傻 他硬着到车子了 肯定 他看着我还是掉头了 真的很充分的 尝一下扣肉 我们平时拿的扣肉好不好吃 肯定好吃了 肯定比你做的好吃一点 你上次做那个硬邦邦的 哎呦 没有煮熟 最主要是扣肉这么薄 然后那个粒谱 芋头这么厚 你是有点假 是不是 差假了 是不是 全部都是芋头 这是芋头 芋头扣肉 怎么了 刚才看见评论说 谭爸谭妈 什么 什么谭爸谭妈 他说 可以通知谭爸谭妈了 什么意思 谁呀 是有一个评论 就是他们是不是 对 他们找谭爸谭妈干嘛 说可以通知他们了 通知他们是什么意思 爸爸把钱拿出来了 要不然没机会了 我就是想 就是说去跟谭爸谭妈说 要谭爸谭妈拿钱出来是吗 对 就你舅舅的事 嗯 就是那些人是不是 对 那些人 那些 你跟谭爸谭妈说嘛 你说咨询律师嘛 这个东西不要听他讲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他能左右的 这个是 法律是公正的 听法律的 他真的犯法了 给钱也没用 他没犯法 你就没有必要给钱 知道吧 对 我们是要以法律为准生的 不是他们说 你给钱了我就和解 没有用的知道不 没有用的 最后走到最后一步 才才知道啊 不要傻傻的 人家说什么都信到时候 你给钱了 结果呢 人家又又不承认了 你怎么弄 是吧 而且不是什么钱都该给的 知道吗 那个店铺有在那里 东西有在那里 不是他们想要多少就是多少 不是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以法律为准知道不 你跟他妈他妈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 不过也要看他考虑吧 大哥你觉得 嗯对对对 他们要是有钱他们给我也不拦着啊 哎呀又要经过法律嘛 法律怎么样说就怎么算说嘛 嗯是不是 嗯 违法的东西不是能花钱能解决的 对啊对啊 花钱是解决不了的 临时的东西 你怎么花钱都可以解决 只要是故意犯了罪 勇气就摆了盆了还了得 各个都犯罪了 嗯 各个都犯罪了 嗯 老婆 现在不是那种磁带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 只要他没有犯法 实事求是嘛 是不是 嗯 嗯 嗯 就是看最后嘛 不着急嘛 是吧 自己也急不来 是不是 他们肯定想 最后几天来找他们要钱嘛 如果是你犯了罪 自己也急不来 所以以最后为准吧 看我们的扣肉好了 这个扣肉 等一下这个汁水拌饭 肯定很好吃 要怎么弄 这样子 会不会成功啊 会不会倒出来啊 不会 我没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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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你来 我来吧 第一碗 拿稳咯 他拿不稳 我来 你来吧 我叫你火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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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你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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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们的扣肉 好不好吃 你看看我们的扣肉 小妹妹的 这个汤泡饭肯定是可以吃两碗 大哥买油了 大哥大方了一回买油了 吃了两年的饭 所以买了一桶油 扣肉 扣肉 梅菜扣肉 梅菜扣肉 你看 一秒都已经扣肉了 起到锅里 不太高了 每天吃一碗 我给你冲瓜 这是我们的梅菜扣肉了 还有我们的腊肠炒酸菜 怎么样 好香 大哥说太久没来吃饭 碗都给它丢掉了 咋饭先 饭饭 饭饭也丢掉了 你再不来 我跟你说 凳子都给你丢掉了 再过几个 过手 怎么又丢掉了 换一块 没再够远 可以 哇挺瘦的 倒一下 嗯好吃 好吃吗 嗯 我想要这个汤泡饭 拿个熊子汤泡饭 够软吗 这个扣肉 够 够软 就没有吃我们家乡的扣肉了 这是这个味道啊 我们那边就是这样子的 可能是不够软 要在 我说要鸭嘛 不用鸭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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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